维州的最新财政预案其实是除强服弱,劫富济贫贫,了解更多细节来保护自己的资产。 我们知道昨天维州的政府也是公开了最新一年的财政预案, 在这份的财政预案价值150亿澳元的财政修补将在未来4年来进行。 看完这份财政预案之后,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4个字,除强服弱,劫富济贫,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?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,维州是经历了全世界最长时间的封城, 那在这个封城期间,维州的政府也是给予了民众非常多的帮助, 比如说像是job keeper,job seeker,来帮助民众和一些中小企业渡过难关。 那我们说花钱的时候有多爽,到还钱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了。 那这个时候,加税就成了最直接高效的方法。 那除了我们普通民众来讲,其实最不愿意的看到的就是加税。 就连澳洲的总理莫里森也都公开批评了。 但是我们的这一位维州的财长Tim Palace也是非常的刚, 他坚决不认为他这一份财政预案有任何的问题。 那在这一份财政预案当中,维州的中大型企业成了被政府薅羊毛的其中一员。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呢? 那在新一份财政预案当中,政府是颁布了一个新的税率,名字叫做Victorian Mental Health Levy,中文叫做维州精神健康税。 那这一项税呢,是对于中大型企业,如果当年啊,工资支出超过1000万澳币的话,就需要多支付0.5%的税率。 而对于那些如果一年给公司的员工发布工资超过1亿澳币以上的话,就要多付1%的这个Levy。 那我们知道啊,维州作为澳洲啊,经济支柱之一呢,其实有非常多的世界大型的企业,或者说澳洲大型的企业,设在总部在墨尔本,或者说设立分部在墨尔本。 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Westfarmers,Coast,BHP,四大银行和一些中小型的银行等等,都在墨尔本设有的公司。 那这一项措施呢,对这一些公司来说啊,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。 设想一下,如果啊,你是这些公司的负责员,你会想要说在这些州或者说墨尔本来设立分公司,来招聘人员吗? 还是说啊,想考虑把这一部分的员工分散到悉尼,或者说把更多的工作机会调到悉尼分部去呢? 所以对于政府的这一项措施呢,我也觉得是忽效不得,不知道这一个措施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维州来增加就业。 除此之后啊,讨论的最多的,或者说跟我们生活啊,还要息息相关的另外一项呢,就是关于土地税和印花税的一个变更了。 那我们都知道,在昨天的这一份这个最新的财政预案当中呢,政府是提高了价值180万澳币的土地税和200万以上房屋的印花税。 那这一项对我们的房市或者说房子的资产到底有什么影响呢?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 那在最新的这一份200万的这个门槛当中啊,如果有一位买家,他目前的budget预算,买房子的预算在200万澳币左右, 那么他为了避免多交就5.5%到6.5%的一个多余的印花税的一个上涨,那他有可能呢,会把他的budget预算啊,下调到180万,或者是190万左右。 那这个在无形之中呢,相当于其实就是把很多买家推出了高端市场,而进入中端市场。 那我们都知道,其实墨尔本啊,有很多的区,目前的房屋中位价都是在200万左右。 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,墨尔本的汉普顿的房屋中位价呢,是在206万澳币左右。 那豪峰益子呢,目前的中位价是在200万澳币左右。 那这两个区呢,在未来都会受到影响。 为什么呢?因为啊,越来越多的这个高端市场的买家,会被挤出高端市场,从而进入中端的这个房屋市场。 那我们都知道,如果说啊,高端的房屋市场有出现放缓的消息的话,往往啊,会是整个房市放缓的一个信号。 所以呢,这个中期来讲啊,对房市来说,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影响。 那除此之外呢,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坏消息了。 那另外的一个好消息呢,对于这个墨尔本CVD市中心的开发商来说啊,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了。 那我们都知道,现在因为游客减少和国际游学留学生的一个减少,墨尔本的CVD公寓呢,也是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打击。 那维州政府的这次财政预案当中呢,也是规定了,如果说墨尔本CVD公寓的开发商,手里有持有超过一年以上没有销售出去的公寓的话,那么未来可以免印花税销售。 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像极了,政府是截了高端房市的富,寄了墨尔本CVD公寓的瓶呢? 那大家对这一份维州最新的财政预案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们留言探讨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